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聊一聊 因为我的小孩都已经长大了 我已经忘记了 现在好像那个时候小学啦 国中 每一个时代 其实都每个时代的问题 包括现在他们已经都进入社会了 我还是会有一些 这个要学习的部分 只是觉得刚刚你提到了 现在教小孩有很多 跟我们那个时候的爸爸妈妈的 教法是不一样的 对不对 那最主要的不一样 你刚刚讲到的是资讯量的不同 还有一个就是公时的不同 特别再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我在想说资讯量的不同 资讯越多不是越好吗 会有什么样子的缺点吗 我觉得缺点其实是大的 因为它很可能会把一些 很单纯的问题复杂化 我觉得人生的问题原本是说 生活的现实有很多 小的复杂的问题 然后我们的 我们最有效的方式是把它简化 比如说孩子的 它表现在生活或课业 很可能那个根源是同一个 所以你解决一个 你就所有的东西都解开了 现在是资讯把这些东西 它断裂掉了 破碎 或者人家说破碎片段 就是这个意思吧 对 所以父母亲们就 我觉得相对就很辛苦 你可以可以解释一下 如果觉得需要例子 例子 就是说什么叫做根源 去解决这个孩子的问题 OK 我看到最多就是去年 我当保姆的时候 我认为有很多小朋友 他们其实是绝对有机会 功课变得很好的 那但是如果他在小学的阶段 他就被很快的被引导到说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强迫他 他其实在这方面是没有才能的 那我们要尊重孩子 我们要去探讨他的另外一个兴趣 是 听起来很好啊 对 我觉得对孩子很不公平 因为事实上基础知识 他需要一定的时间去打下来 那在这个中间呢 很多孩子还会遇到困难 我们还没有帮助他们 很踏实的去解决这个困难 我们就用另外一个很美的角度 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对孩子很不公平的事情 非常重要的提醒 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写这本书的时候 我就从很多个方向希望说服妈妈们 对 我都没有 因为真的是没有想到过 我们现在真的是讲到就是说 孩子用鼓励他有多元的表现 找到自己的天赋 所以呢 我们会觉得说 OK 如果你这个地方不行 OK 你这个数理不行 我们就算了 我们就发挥你的 OK 你运动长才 或者是你的科学方面的 或者是你的文学方面的 但就没有鼓励他去尝试多一点 努力多一点去突破 尤其你刚才讲到的就是基础的课程 特别是在小学 甚至我觉得国中也是一个基础的过程 因为我认为很重要的是 一个社会为什么有办法把国民义务教育 从九年变成十二年 就代表这个社会富裕了 那他要借着普通的教育提高这个人民的素质 所以他不能够在每一个未来的国民 还没有在这个基础上建立的够好的时候 就我不能说放弃 但是用一个很美好的名称说 他的兴趣在另外一方面 其实孩子们他们都很希望自己是有能力的 所以我觉得影卿提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点 不是说我们否定说他找到自己的天赋 或者就是不承认多元的兴趣多元的发展 而是说在提到多元之前一定要先有一些基本功 就是一定要先做好 千万不要用那个美好的 其实是一种错误的概念来让他放弃 努力继续接受挑战嘛 对不对 而且刚刚讲到那个国民义务教育所 这整个过程 真的是一个人生的foundation 知识的foundation而已 基本他一点都谈不上说是太困难的 对 他就叫基础教育 了解了 所以你觉得这个是资讯的破碎化 对 产生的问题 产生的假象 我自己认为这是一个假象 然后被很多虫的应用扰乱了父母的心 过去的父母很简单 他就是我知道我的孩子要受教育 他在每一个东西里面他要均衡 他要比我更好 那个更好呢 我觉得大家不可以曲解成说 他要比我更有成就 而且他可以懂得比我更多一点 懂很多也是一个快乐的基础 对不对 所以这个提醒我觉得是非常适切的 特别是有孩子现在还很小的时候 我真的当然就已经大学毕业了 是有点晚了一点 不过现在很多的孩子都在扎根 打基础的时候 父母亲如果有这样子的正确的观念 其实是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讲公时的问题 我也要请银青跟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公时 这个有什么问题会影响孩子的 跟亲子之间的关系 我觉得孩子就是需要照顾 这个是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否认的一个事实 所以我在书里讲 我说给一个母亲一两年的育婴假 其实对我很深入的接触 是没有用的 就是说我深入接触以后 我发现这个一两年是不够有用的 还不如给天下母亲十年 每天下午四点可以下班 哇 这是一个非常 你有机会要更大力的去推广一下 我要麻烦你 我一定要麻烦你 因为基本上现在不只是 不要说四点下班 有的人还要加班 然后小孩子就是下班 下课之后还要进入所谓的安亲班 对 你觉得这就是问题所在 对不对 对这就是我去年 为什么我要用一整年的时间 来带这两个孩子 因为他们的父母都在银行上班 他们回到家里是八点九点了 那你知道很可爱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我就照顾他们到吃完晚餐 也洗完澡啊 所有的事情 但是到了下学期 上学期在我家 下学期我就觉得不对 因为像我带他们 比如说打扫啊什么 这是打扫我家 对不对 我应该要叫孩子去 打扫自己家 对他的家 所以我就建议说去他们家 但孩子们 在我家的时候 我说开饭就开饭 他们很可爱 他们也不敢说什么 但回到他们家的时候 他们就说要等爸爸妈妈 所以你可以了解 孩子需要父母的那种心情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这里有个 underlining一个非常 关键的精神重点 就是其实孩子都需要父母的陪伴 对 有的人会安慰说 可是这就没办法 我们家需要这个经济 这个收入啊 所以就必须要可能 不只是爸爸去上班 妈妈要去上班啊 是 所以这种情况之下 没有办法时间的陪伴 只能讲说种植不重量 你同意吗 我觉得那个 我完全不能用同意或不同意 我觉得很心疼 就是我之所以会有 去年这个决定 也是因为有几个学生 跟我讲说 他们想要辞掉工作 那我都知道大家家 尤其是年轻人 生活不易嘛 对 一个人上班跟两个人不同 他完全没有办法用一个 理想化的角度来思考 所以我就想要探究里面的问题 那值跟量的问题 我觉得它不是一个选择性的 而是我们在有限的时间里 怎么样都是要重视值 但是值的表现 没有办法透过一件事情 两件事情来说 这就是值 所以量就不重要 其实都重要 都重要 质量都重要 所以关键的 这个刚刚我觉得 引擎整本数贯穿的 就是如果没有质量 同时照顾到 其实这个 亲子交语 其实就很容易 我不能讲分风一息 就是就很容易 捉襟见肘 就没办法全面的 补权 我们休息一下 再会再继续聊